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2 贏者 今天講的那一套 首先講一句 最壞是有馬 為甚麼 肯定是最壞是有馬 為甚麼 我想問 不是有馬 金屋怎麼會這麼慘 關甚麼事 肯定最壞是有馬 雖然動畫還沒出 動畫還沒出就不要說 但最壞一定是有馬 你好跳躍 我突然搞不出你說甚麼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東京食屍鬼 所謂的東京食種 正所謂這個 Marky的就是 約爸爸 這套東京食種的就是 約金王 不是喔 好像這幾拍 發覺下雪配合的角色 都是被人約的 他不幸運 至少他不是斷手 身盡殘廢人 對 東京食屍鬼 之前都講過 其實就 挺體好他的 雖然你說 我不太好 這樣說 勾我少少動畫 就是 我剛開始看完 其實他是其中 上季我其中一套 就是 看了動畫幾集之後 我就馬上補了漫畫 但是我補到就是 最終大戰 想著今我可以 停一停 先 要離身一點 我們今次的處理 就是很奇怪的 我們第一節是說動畫 接著就是開火 就是開漫畫 但是由於 他的動畫 會在一月播 下拍 所以 漫畫部分 應該會有 一月動畫 劇透部分 大量劇透 如果下半節 如果你不想被劇透 就 剪掉 但如果大家都是漫畫黨 十分火的話 歡迎直接聽到下一節 也行 但我覺得最大的就是 兩母女的那一節 越後越厲害 不是 他一開始就像金木被拖了去 美食節那裏 吃一堆 那個是次序調轉 我覺得不算太重要 但真正調轉了 是兩母女的那一節 就是完全調了 還有 老爸應該一開始已經死了 對 他那一節是調得最大的 其實我都不清楚 為什麼他會這樣調 羅莉很重要 羅莉是重要 在故事中 不重要 最終 女兒是沒有死的 那你依然可以繼續羅莉 是媽媽死了 如果你覺得媽媽很重要 就說是另一回事 還有 其實他 我們上次序講 如果你說他 以早期而言 那個動畫 看第一集 真是眼前一亮 首先不論那個還原度 但是你說從那個 作畫水準 OPED 整個視覺效果 出來的 大家給你那個感覺 很強烈 有那個醉航城 但問題就來了 他的畫質 就很快揭不上 真的 像他所說 是瘀黑 很快就 持久力很低 很快就打塞 董香 但其實很多動畫 你頭兩集 質素應該要很好 才行 有個最經典的 又是水船 魔法少女樂業 SS 對 你看這位白生就明白了 開頭一兩集 時間很充裕 畫得很開心 之後 每個禮拜講話 就畫得差一點 這些大家明白的 但其實你說 本身《食屍鬼》 在這套作品裏面 其實你說 就算動畫來講 其實很表達 就是其實 食屍鬼的心態 食屍鬼其實 你對比 其實它是跟人類一樣 它們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而相同想法的人 會聚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團隊 或者一個組織 然後就去貫徹他們自己的理念 或者用另一個說法來說 其實哪怕牠是食屍鬼也好 是人類也好 其實牠們都脫離不到群體動物的特性 除了那種食物方法之外 還有身體能力 不是 Gater其實上 牠跟人類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是 叫做什麼呢 在牠們來說 就是說 人類是牠們的食物 這一個case其實是什麼 就是等於圈養 就是牠們知道 食物的來源 牠們是不可以完全屠殺人 因為人類對牠們來說是一個共生的物種 不是共生的 就是賴以生存 不是共生的 其實就是 不是 好像之前 如果你大開世界 吃光所有人類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死的 是 因為沒有了適量 所以牠們是一個共生的關係 這個等同於 你的奇幻作品裡 你不會說 豺狼和綿羊是共生的 因為豺狼不只是吃綿羊 OK 豺狼是吃肉 就是綿羊 特別容易去捕捉 所以牠們要這樣帶 對於這個 東京食屍鬼來說 就是 人類是牠們唯一的食物 以我們見到而言 動畫而言 牠們只是吃人類 因為牠們的說法 就是牠們的舌頭結構 跟人類不同 因為人類是雜食的 你會吃菜 你會吃藥 你會吃其他東西 但是吃屍鬼什麼都吃不到 除了吃人 肉 牠吃到 但是會很噁心 牠會咬出來 其實就是 不捕捉到牠們的食慾 其實這件事 所以其實 它的概念 其實是好像 剛才我說的 一些奇幻作品裡 一些吸血鬼 吸血鬼都止痕狗 吸血鬼和人狼 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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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共生的關係 牠要吸人的血 牠可以吸狗血 你不會見牠咬自己的豬 所以 嚴格來說 你反過來 其實牠在營造那個環境 就是說 食屍鬼其實都不敢太放肆 而你說最危險的那一群 其實只不過說 牠們想做的就是什麼呢 圈養的形式 牠們是完全統治人類 其實如果你對比 類似的概念 其實是 在這個 就是用阿薯寧講的例子 就是一些歐美唱的作品 有電影系列是非常之對的 就是Underworld 中文叫什麼 妖野陳昌 他有四集 暫時來說 他那個說法 曾經有不同的集數 都試過 就是說 人類是被 你算是被保護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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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分已經是說 人類是被大量聚集 提供人血 即是好像一個 法案 一個筆的法案 這樣去提供血液給殭屍 即吸血鬼 但問題 吸血鬼應該是隱藏於人類世間 和人類無異 它不會表達自己的身份 好像那套小說 《食磨之血》 好像都是這樣的設定 類似的 因為這個環節 其實是說 共生的關係 當然 對人類來說 我跟你不是一個共生的關係 你只不過是我的天敵 你的食物已經是被食用的物種 當然你說見到的 其實人類那方的 就是組織了這個調查官 其實那些調查官都很快 基本上 動畫暫時見到的都很快 不是我都說明的 即是有個出來說話 最強的有馬 他們開始動畫都說明 他們說我們的調查官是人類 突然是泥本身已經不夠食物 我們只是靠那些武器 就是核子 即是他們利用食屍鬼本身 他們的核包 核子 去利用他們製成武器 去令到他們能夠和食屍鬼 在戰力上的 製成武器是一包 去抗衍這些食屍鬼 最大的那一場 只不過是兩母女的那一場 白髮那一場 那一場是最大的那一場 其實最好看的那一場 你看到也是在動畫裏面 調查官最發揮到就是 他們是真的有一個戰鬥能力 是可以和食屍鬼抗衡的 打小女孩 那不妥 他和董香也打得到 他其實沒有競爭打小女孩 他純粹就是看到食屍鬼 不可以說我還要簽給你 董香本身 你會覺得他競爭 董香之前和阿... 阿門江太郎 和美食家 他對戰的時候 董香的實力不是最強 他屬於中監天上那類 正常是和師兄打 每個吃了 他們本身在核子的屬性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強弱點 速度應該是速度 但是其實你對比 如果以人類而言 其實速度才是最危險 因為你處理不了 你反應不及的話 其實以你的身體強度 其實動畫都有提及 動畫在第一季 白頭佬 阿珍湖已經死了 但是阿門江太郎 從回憶裡面曾經回憶到他的教法 就是說 你在學堂裡也學過 我們增強我們的動態視力 但是其實純粹是防備 你都沒什麼做到的 你真的要打他的話 就要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說 你就算捕捉普通的食種人 身體能力上 你是追不到的 你純粹怎樣訓練 勉強可以嘗試應付他 真的要搞定他 始終都要靠武器 還有靠現在無話的計 說團隊戰 不然他和我沒有說到 人多閒就有最基本的東西 作為人類的歷史 人類一向都是用這種戰法 去對抗最強大的敵人 沒錯 這也是為之有限 其實很多作品都是 人類的最大武器 其實物量是其中一種 另一種就是學習的智慧 因為基本上來說 在很多物種裡 其實他們很難去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他們接受不到一些新的事物 但是人類在這方面是沒有下限的 或者正確地說 很多物種都是 以那套天生的本能來行事 人類是 你預計不到它會怎樣 而你見到其實 食種 食屍鬼這個種族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 有人是很努力 當然古董的所有成員 其實是很努力去融入人類生活 但他們其實只是融入人類生活裡面 他們不是學習人類的智慧 對他們來說 人類其實 他們叫做什麼呢 他們不想傷害人類 因為他們覺得很麻煩 甚至我覺得其實 店長 是感覺到 你這樣的話 最終人 最終食屍鬼是會滅亡的 你不能夠隱藏自己的話 其實是 而其他的就是想 天生是比你強壯 智能方面 也跟你們人類不相伯仲 為何我要隱藏自己 屈走在你們之下 即是高等人的理論 也是 對 所以當然你說 金木是作為一個 狗不搭八的 人人 食屍鬼不食屍鬼 你又說一下 中間派 劇場派 蝙蝠底 真的 他算不算是人類和食屍鬼意外的第三 物種呢 正如漫畫第一部已經說了 他正如是一個悲劇 金木在動畫來講 他象徵是一個 所有最悲慘的事 都會發生在他身上 其實 死老母也會計算進去 是的 他面對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悲劇 在他的動畫 我先不說漫畫 只是在動畫裡面 他根本上都是一個悲劇 一個很大的文學青年 喜歡一條女 想著 都可以作為賢聰 原來這條女是食屍鬼 他說 這個已經悲劇了 然後醒來 沒死羊 很開心 原來他變成食屍鬼 又悲劇了 之後 算了 我就做食屍鬼 又被追殺 又悲劇了 由頭炒到尾 他喜歡文學少女 不是喜歡日本女 他在李世的事件裡 他變成了食屍鬼 醫生突然把他們 無良間醫 將李世的內臟移植 給他 導致他們變成 不會是人 亦也不算是食種的存在 沒錯 這個是動畫的說法 這個是動畫的說法 而 多多成為食屍鬼 他對他人的身份 和食屍鬼 此時兩種價值的衝突 使他受到極大的衝擊 因為店長也有說過 或者金木自己了解到 因為兩個種族大家不互相理解 亦都不可能理解到 動畫好像這個位置比較薄弱 我很簡單說一句 我先說一句 動畫這個位置比較薄弱 原因就是 當金木很痛 第2、3集的位置 他找董香邦 我記憶所及 動畫好像沒有做得那麼重 但漫畫董香很直接就沒有問他 你回答我 你說人肉這樣 那你回答我蛋糕是什麼味道 反過來 站在吃屍鬼的立場 其實有些事情他跟人類的事情做不到 他也理解不到對方的立場 當然 再強調這個位置 你從道德價值 或者同伴意識 到董香殺了幫手的低級調查官之後 金木對阿門鋼太郎那個位置 就是 阿門和他的對白 其實整件事都反過來說 他表現過的衝突就是 人類不了解吃屍鬼 其實都是想要安穩的 但是 反過來也是 所以金木就是作為一個特別的存在 他兩邊都理解 但他結果就是兩邊都不是 其實在這個立論裡面 我不敢說作者是有這個意識 但其實在很多作品 或者其實在現在裡面 其實是 人類其實是那種人類智常主義來的 人類是不容許被侵犯 其實如果你去到一個大自然的境界 就是 什麼都會有東西黑的 你僅有人不會黑到你的 才可以抑制到數量達至大自然的平衡 但其實現在人類根本上是過多 其實就是這樣 而在這個視野 人類建立了一種技術 喂 我 我是萬物之靈 然後食屍鬼說 那我是什麼 你是萬物之靈 我是萬物之靈的之靈 那你這個個案是感覺上 其實它是無法 fix 正如剛才 其實阿英明都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 他不會理解 正如我們吃豬肉吃牛肉 我們是不會理解這隻牛的 你也不會去問 你問牛的感受 你也不會去問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對這件事來說 你不會去問一個蛋糕 你今天怎樣 然後說 其實我很餓 你介意給我咬你一口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對 如果你跟牛這樣說 在食屍鬼的角度 就是 食屍鬼問一個人 小朋友 可不可以讓我咬一口 對食屍鬼來說 他覺得 你也是一個變態 其實 你對食物 他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咬一口 你是不是不正常 跟食物拍照 那些東西又怎樣 你也是 那沒東西 食物拍照 拍照 拍照是炎耀少爺者 高級 就是 你見不見到 我可以吃小女 這樣而已 今天吃了一個 樂利 在Facebook做完 然後十幾個 十幾個 給他一個讚 哇 你就好讚 有小女生 我還在吃阿伯 可能認他們 內聯網有一個 Facebook 專門給食屍鬼 對吧 你猜不到 OK 你吃到高級的食物 可能越生有他的Facebook 所以他是一個知名的博客 哦 Open Open Man 果然是博家 在內地說 食物就是食物 其實 食屍鬼就是懂 一出生就是食屍鬼 他們的價值觀 當然是不能夠 金木那種 金木是中途出家 這種是 對他來說 雖然不會有人直接說 但其實一定是人類至上主義 你會問 為什麼人類不能吃 等於是人食人 其實你在大自然裏面 也有很多物種 是說的是 同類他們會相殘的 他們是會吃大家的 即螳螂都會吃什麼 搞他之後會吃了熊聖那個的螳螂 即是他們都有這類型的東西 即是這個 只是物種使然 他是不是會這樣做 但因為人類叫做什麼 人類建立了一種叫做 道德觀 或者叫做價值觀的東西 去規範你就說 其實這樣是不應該這樣做 人是不應該這樣做 但其實這個立論是沒有根據的 根據就是親親人人愛物 都是 對 在食屍國來說 食屍國更加不需要遵守你這一套 當然 你說亞門那個case 金木對亞門這個 其實兩邊其實 挺期待的 在動畫的時候 其實是挺期待的 他們兩個其實 都是抱有一定的疑惑 因為他們的說法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 作為動畫也好 或者漫畫 我們當作第一部也好 我們可以當 或者很多人都覺得 金木和亞門是一個雙主角的 或者叫做正副主角的模式 就是在兩邊勢力裡面 那個視點的立場 所以其實當他們兩個正面對上 那一刻 其實可以說是故事正式開展 某程度而言 剛好就是在這個巧遇裡面 即是亞門遇到金木這一隻 即是他定義 他是一隻食屍鬼的物種裡面 一隻食屍鬼放過了他 然後說法是 你不要令外面殺人犯 這種其實是 都是在說人類的解釋 是不是食人就是等於沒有人性 即是人性的定義 是不是僅限於這樣 其實人性 其實人性是包括很多東西的 其實是 食對他來說 就是基本上 每個人 即是這個物種是有自己的天性 你肚餓你就會吃東西 即是家明也是這樣吃 天與地下 家明也是這樣吃 你肚餓你就會吃東西 一種需求來的 即是一種需求來的 即是一種需求來的 即是一種生存始然 即是這個是天性 這個跟你本身的價值觀是沒有關係的 以及價值觀的理性判斷 是建基於你生存得以確立 而產生的 沒錯 人類也叫價值觀 總之我遠來包廚 廚房的東西不關我事 屠宿不關我事 所以就有食物中毒 以及地溝也 即是 即是阿祖的媽媽 其實是有一定實力的 即是你見過她對阿珍湖那裏 即是白頭腦那裏 我覺得她是自己 可以運用她的能力 但可能還未夠 算得上是 戰鬥那種程度 這一段事件其實 在動畫裏面 亦都在漫畫裏面 是少了我們今天 可以發巧威的場面 發巧威 即是這一節裏面 即是打咬門 打咬門又可以威威 我以為你掩著你的眼睛 你叫化威 還以為你說媽媽那個位 講莫善鬥 我記得金木沒有出過手 金木就是掩著你 只是只有董香再出過手 即是以董香的勝利作結 那裏好看的 我們當時 漫畫和動畫做到差不多一部份 我都在無雙的Facebook出過 亦有一位聽眾 留言說 就是 咦? 還可以 阿珍護先生死了之後 這部份就完結了 這句話 我們剛剛融合再討論 接著青銅樹的事件 我們中途比較 skip了少少 例如西眉前輩 那個女友那件事 或者是月山那些部份 其實那些也不算是很重要的 那些其實因為 最重要的部份 是在漫畫後著才會爆發出來 因為這些是交代角色的 其實是偏向的 還有交代 叫做什麼呢? 人與食屍鬼的關係 是的 還有一些人 一些伏筆 或者背景交代 但其實動畫很多這些位置都沒有了 漫畫裏面 可能是突然間有一個頁裏面的一句 突然間有少少用 但是動畫就很大量去 cut 當然那些具知也不服存在 於是 它純粹是一個交代人物關係的 如果你說故事主善言 說完真虎死後 就應該去回青銅樹的位置 青銅樹就好像剛才有馬所說 就是因為 本身金木是移植了這個理世的包 而被青銅樹找到他出來 然後就發現了金木這個半食屍鬼的身份 其實不可以這麼說的 正確地說是毒眼 對他們的意見 毒眼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特別的價值 這些叫稀有蜜種 貧藍入洞 不需要保護他 那跟月三個個案 當然月三個個案是他立心不良的 就是 看到金木半食屍鬼的身份 他就說 我沒吃過半食屍鬼 然後就說 好東西吃當然是留給自己享用的 不是怎樣在Facebook做讚讚 不是呀 不是呀世界上有東西叫物以罕為貴 既然他是這麼罕有的存在的時候 據為自己有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即是月三這個個案 在這個作品裏面 他留住金木條命就是什麼呢 其實很少年漫畫 就是能夠打到你的子有我 不過他講為能夠吃你的子有我 不是 他那種是什麼呢 他叫做要去到金木最成熟最好味的那一點裏面 他才要確認他 Hunter 小潔 嗯 要等到果實最成熟的東西吃 是不是這樣 我明白的 跟希索家的個案是一樣的 不是呀 其實大家想回在小時候 你媽媽煮你最喜歡吃的東西一樣 你那頓飯 你都是那樣東西放到最後 連飯都吃完了 剩下那樣東西 不是你最喜歡吃的東西 這件事是好看個人的 有些人是會馬上吃了 不理三七二十一 有些要趁熱吃 要量有才吃 有些是要等到最後一刻才吃的 那看你是哪一種人 那有些生產師又說 那很明顯月山就是那種 將美食放到最後才吃的那種人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正如動畫講過的 月山在教堂的部分 他講的法是什麼 我要吃一個正在吃東西的金木 金木正在吃的人肉就是調味料 主菜就是金木 正如這個理論是什麼 剛才你們這樣說 等他成熟就錯了 你還要說 月山是想吃氣氛的 就是他為什麼要等金木吃人的 就是要金木的理性崩潰了 就是他認知就是他自己在那個級別 就是他對於金木那種崩潰也是一種調味料來的 吃東西這件事我們就認識了 吃東西這件事就是 就是 月山bocker這件事 你是阻止不到他的法律 那些是Operman的五色級博家 專家來的博博這些 那些是什麼 打手 不要緊要最後他真的變了打手 而 顯身了其實青銅樹就是捉了 金木之後 那就是金木的苦難的開始 可以說是 一直都開始了 最苦難的時刻 最苦難的 嗯 動畫也是 跟著其實都是在表現中 就是青銅樹這個組織 其實跟 過往的食種集團是有差分別的 對 就是他們是武鬥派來的 他們是一個 因為其實 動畫裡面 很早已經講過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 在他比較前的部分 就是我剛才講過分解 就是白頭腦 就是珍湖未死之前 初實的老爸 在漫畫裡面應該是死了的 但是動畫仍然看到他存在 幫一個人弄鉗 動畫是經常提到的 叫做Jason 經常說十三驅的Jason 十三驅的Jason 接著就會出來 就是虐待金木的那個東西 或者叫做碧虎 他另外一個名字 他叫做 稱號 大梯數都是叫他稱號 他有名字 不過他臨死前講的名字 動畫其實沒有機會 叫外號的嘛 不會叫名字的嘛 明白嗎 明白 有嗎 尤其是有這個open man 不是起底 有起底的嘛 你出街打架 要戴面具 所以隱藏自己的名字 都正常的 你難保裡面的世界 真的有高燈這件事 又有高燈 又有open rise 有沒有很嚴重 我起底 你又讀哪個學校 又死了 我不用脫了 屎屎被人起底 很嚴重的 你要明白 你也對 所以面具就是合情合理 但有人是不戴面具的 你要知道 活他衣服就是不戴面具 那有些人不介意 有些人覺得 其實我已經養了 怎麼戴面具 你幹什麼 正確地說 其實他的面具很少戴 青龍樹那一節最大的重點 其實就是 金木被虐待的情節 原來真的是金木成熟 不是 其實是拿回幾集 那一幕 因為很有趣 在座 野人者是唯一一個 沒有看漫畫的人 所以站在一個沒有看漫畫的人 我想請你簡單講講 你對於最後幾集的感覺 我是在尾三開始看 金木被人捉了 被人虐待 尾二一集 繼續被人虐待 尾一集 回憶 回憶繼續被人虐待 然後就完了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他變成三集究竟做什麼 不要緊 他應該是中陣的穿插 跟他打鬥的 怎樣 什麼打鬥 單方面是一代 不是其他人的打鬥 純粹是 他們那邊組織 東鄉那邊組織 那邊組織了一班人 打算他救他 救他 救他也救不到 等來等去也等不到 他就自己爆氣了 接著就是 白書公主拖著胡婆出來 你明白 馬里歐救 白書公主的時候 要講關習慮的 你要明白 現在已經不流行 王子救公主的官司 現在是流行 冰雪奇緣那種 就是白書公主自救的故事 一定要自救 甚至是他可以救出外面的故事 絕對不可以想出這個影子 金木那裡是 最後他出來之後 他出來打倒了外面的人 然後他們說 你知道那些人的樣子 看著他 他們說 我們來做什麼 其實是 我們好像來救人 我們為什麼會被人救 我看朱禎 朱禎 你小的部分 他有做出來 你小的部分 其實整套東西 最成功就是 他用你小的花窄 真的很小的花窄 又是死了 死了多少死不斷氣的人 明明死了 背後靈那種 對 他不停代表金木 食屍鬼的部分 他不停說 他們兩個的價值觀 不停在對話 就是 為什麼我要受這種痛苦 我堅持這個信念 究竟是為了什麼 堅持不吃人 我覺得食屍鬼一定是錯 那些東西 其實 不停在這個信念之間 他們在對抗 其實我覺得 最後的動畫 那幾集是 說的是文器段 其實劇情推進上 沒有什麼劇情推進 那個推進其實是 金木 金木變身 我不敢用成長這個字 不是你說回憶 或者是 用變身 是對的 他的感覺 被人顛覆的一段 應該說 確立他自己 作為半級血鬼的 個人的價值觀 都可以這樣說 或者他認命 他開始接受這套 重新認識自己 這麼特殊的身份 我想 他沒有在丟橋 很漂亮的 就是 迫虎覺得 嘩 食屍鬼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食屍鬼的再生能力很強 所以 他可以 同一個人 可以虐待他 用不同的方法去虐待他 就是說 你100%血 我用我的殘忍方法 虐待你99% 然後等你回復 回復到100%再打過 是的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金木在這個 反覆的 被虐待的過程裏面 就是 他和李世的對話 就是 他確立 就是 他會問自己 我為什麼要受這些苦 其實 那個理念 其實 影蛇 對照就是 對照他媽媽那種 很被動 一味去接受 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辛苦 然後最後 就過路死了 對他來說 就是 我作為判食屍拐 作為人類 就是 我為什麼每次都要去 受這些痛苦 其實他在抱怨 你可以說是在發狼騷 為什麼我做不到六合彩 搞錯啊 這樣 而 在這裏 他最終 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 不要忍 爆氣 總之就是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說 只要我覺得對 我就去做 其實他本身 另一個價值觀就是說 我作為一隻 叛食屍拐 這個世界 就是 一個稀有物種 而且 叫做什麼 在動畫裡面 真正存在的 叛食屍拐 只有他 在動畫裡面 就是在他認知裡面 都是 不是動畫 是不是有提過 某個組織那個 有 首領都是獨眼 獨眼 但是他作為自己說 這個 這個 在這個世界 沒有這個種族 代表什麼呢 這個世界 沒有一個叫 半食屍鬼的價值觀 而這個價值觀 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 沒有這種價值觀 就是說 沒有人可以判斷 半食屍鬼的對錯 所以我不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是人 他不是食屍鬼 他是作為第三物種的存在 其他物種看他的 他會有一個對錯的判斷 但是在他來說 就是 我確立一隻半食屍鬼的價值觀 是沒有人能夠做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 對錯的判斷 是以站在人的立場 或者是站在食屍鬼的立場 他現在就是全新製作 並不是站在半食屍鬼的立場 想他那種情況 所以他有時候說 總之就是 以我 簡單來說就是我道 誰是最能夠為他作一個 半食屍鬼的定義 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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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人能夠交代 因為在他內心對白裡面 其實我覺得 我會表達到這件事 就是 其實你看到畫面 他是用一個人 即是他的眼睛 不是說變了 他不是黑眼 就是一個人的身份 和一個食屍鬼的身份 兩者在對立 但是這兩者其實 都代表不到他的 其實是 因為這兩者都 缺失了他現在 現時他自己的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兩者都有 因為其實 這個動畫和漫畫的表達上 有少許分別 因為 漫畫這個部分 他的說法 其實和動畫有少許相似 都會是不同的一些過場景 但其實過場景的過程 甚少有金木自己的面貌的描寫 即是他的樣子 但是動畫 因為那些過場景 其實金木的作用 其實是 他有個兒童 或者有個背後靈 這樣站著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顯示出來 金木那個 都是用正常人眼的 那他變白髮之後 當然也是用正常人眼 他也是極少出這個黑眼 甚至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出黑眼的 所以其實可以完全這樣說 他從來而言 他只不過是用人類的立場 那食屍鬼方面 就是由理細那邊去做了 他不會從他的眼睛發映出來 那最後呢 理細的存在好像叫做沒有了 或者叫做融合了 融合了 即是他們真正叫做 然後變成白髮 真正互相理解 變成一塊不知什麼 變成型仔 你看 要白又可以 一變黑又可以 突然之間 經過這個很痛苦的選擇 以及在身心上受到這個衝擊裡面 令到他頭髮一夜變白 而對金木的相位的改變 因為他接受了他作為半隻食屍鬼 然後他真正發揮自己應有的 他就說我既然是有食屍鬼的能力 為什麼我不去運用 因為其實他之前 我可以說 他被人虐待 那時候他逃脫不了 就是跟他的傷勢有一部分關係 也跟他的心態有一部分關係 因為他覺得就是 他叫他殺那兩件東西 動畫和漫畫有點不同 動畫就是有兩件東西去照顧他 最後又被迫虎捉回來了 你選殺哪一個 漫畫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有兩件東西 叫他隨便選一件拿來殺 他的處理其實沒有分別 當然被殺那兩件東西的來力 我們先不要理會 因為他動畫是大量去剪 青銅樹一翼的戰鬥也好 和過程都是大量剪 所以你解釋不到 那兩件東西是怎麼變出來的 那兩件東西其實是一個 如果是漫畫的 其實是跟金木在被虐待之前 其實他們是跟一班被虐待的食屍鬼 是有交流的 正確地說 萬象 本身他是十一區的畫頭 你可以當 原本是理世的 不是理世的就是他 他就是拯救了十一區 但他沒有做漫畫頭 他不會做管理 他只剪了十一區的漫畫頭 就是這樣 就是理世的強勢 令到十一區幾乎是無人敢染指的 還有那些厲害的 都被理世堆倒了 於是結果 當理世不理 就叫萬象打你 但問題來了 萬象最後他們想帶人 去逃離青銅樹 但問題就是失敗了 於是被人捉回去 但捉回去 突然間 迫虎就殺出來 我可以放你們 但條件就是 金木要跟我走 做布下 當然 他的所謂的布下 就是我的布下 在裡面死了 你代替他 其實就是藥袋 簡單說 專給他拿來藥袋 在布下死了 簡單說就是玩具 就是我需要的一個代替品 新的玩具 金木也在這個作出的抉擇裡面 將自己變成一個更獨特的存在 他有沒有做出抉擇呢 好像沒有 算是做了 他的行動是代表了他的抉擇 而你也看到他的行動裡面 他將迫虎當作為一個食物 作為一個半食屍鬼 什麼都是有的決定 就是為什麼不能吃 為什麼共食不行 為什麼共食不行 我現在就是想吃了你 就是要強大 就是要共食 當然這個結果就是 引致了共食 是會令 變成黑者 變成黑者的一條道路 不是的 其實甚至乎 他作為一個第三物種存在 可能對於他來說 人類也是食糧 食屍鬼也是食糧 也不知道 那些動畫比較少提 我們下部份可能會提提 是的 而至少在動畫裡面 你看到就是金木食 碧虎的途中 你也知道 食屍鬼是一吃其他不適合的 動畫就沒有什麼 動畫就是 常常咬了那兩蛋 之後再吃就沒有做下去 難吃啊 大哥 這個位置 其實我應該要講 慢話補足 你會看到 食屍鬼其實是可以食屍鬼 食屍鬼是不會嘔的 純粹難吃而已 是純粹難吃 難吃不會嘔的 不是吃屍鬼 不是吃屍鬼接受不到的食物 他是一種 是容許他可以感受的 是不是 適等一點的食物 最好當然是有人吃 如果沒有人吃的話 吃屍鬼都 你當是過期食物 你當是過期食物 還有沒有過期食物 會死的 吃過期食物 吃過期食物不一定會死的 那也是 之前說過期食物 你看到吃地卡路 變成超人 會種化 就是金屋吃了 所以他是不是超人化 所以也都令到 核子他的能力 也都得到進化 也都成為一個 我不可以說三級跳 他是不知多少級跳的實力 真的不知多少級跳 動畫這部分 基本上暫時去到這裡 但我們先補充一點點 因為 其實動畫有些設定 是沒有交代的 但我覺得大家有需要知道 因為其實故事裡面 很多東西都有 漫畫有講過的 但是他就算下一季 下一個季節都應該不會說 那為什麼他有些位置 就是說 人類和食種有個分別 即是珍虎都講過 有種叫做 RC細胞 那個濃度不同 但問題來了 RC細胞 其實人都有 因為剛才說到 濃度不同 食種就是透過食人 去獲取RC細胞 而RC細胞 就會集中在一個器官 那個器官叫做 黑包 黑子在哪裡呢 黑子就是把平時食人 存下來的 黑子在籃球裡 不是 黑子 或者叫做 黑子 就是平時食人 存在那些人裡面的 RC細胞的高濃度化 突出身體表面 當然 Depends on你那個類型是什麼 就說你是變成什麼黑 就是乳黑 甲黑 尾黑 鱗黑 鱗黑 這四種主要是 而產生出來的 當然 四種黑子各有特色 你譬如說 舉例的 董香就是乳黑 乳黑就是剛才那些 飛啊飛啊飛啊 翼啊 吉吉那些 一塊 一塊翼那些 其實核子的種類 其實是說 他的戰鬥方式 是一種什麼的特性 就是一個這樣的分類 武器 阿種 應該說 不是阿種 他的 是重 不同種類 你好像狗 都有這個 應該是弓箭長矛 還是大刀 感覺上是純粹 是那種分野 沒有他那麼特別 武器的優劣 不過問題是 你武器沒得轉 你是更新的 分別是意外 逆出生定了 當然 剛才我提到一些 例如黑者那些 那些 那些第二季應該就會提到 這個就是之後所說的 而動畫第一季 就以金木 離開古董 其實還沒說的 還沒說他離開 總之他就變了白髮 然後就 拔了一條蜂蜂出來 那一位就完了 但是 動畫 或者做個總結 動畫而言 其實我覺得是 佔了太陽水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老實說 他是很想推到 就是金木這一節 裡面 就完了第一季 因為他很可憐 如果他正常這樣 跟著媽媽做 就是青銅絲編之前 就完了 那就沒什麼看 如果他跟著妃 這樣做 一做青銅絲編 就太花頭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青銅絲編 中間位 白髮 角色的經驗時間 刺下去 就要 其實差不多了 那一步 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做的 其實他可以 金木 剛剛開始被 迫虎虐待 那一刻 就完結了第一季 甚至 一聲關了門 然後一聲大聲 慘叫 然後就完結了 甚至剛剛被人捉 那一幕 就完結了 現在這樣完結了 就很奇怪 然後你還可以 什麼 特別的就是 金木被虐待 剩下三十分鐘 嘩 以我 我沒有看過漫畫 而言 其實我剛才這樣 聽你們這樣說 其實漫畫是多很多 多很多 很多很多 動畫來講 真的斬得太零碎 而且我 就這樣看完動畫 其實動畫 不算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因為這樣說 那就是不知所 我這樣說 動畫會在青銅樹編之前 其實是 還不是正常的 這其實是一個金木的成長故事 在前半節 還未到青銅樹編的時候 其實是 讓他去了解 去探索 吸血鬼 和人類的生存方式 人類的經驗他就有了 吸血鬼的經驗就是 現在正在學 然後到青銅樹編 其實很大的篇幅其實是什麼 他真正了解 一個吸血鬼社會 剛才都說錯了 的生態是怎樣 然後最後 在他秘約到的情節 就是 由變成吸血鬼這一刻 得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和他人類十八年的經驗 在十九歲生日裡面 得出一個總結 就是 一千 九九三 一千減出來 繼續減下去 這個就是動畫 當然我覺得你說 動畫真的吸血鬼到九八八 不是 只看動畫 原來我真的很難受 因為他去到後段 是連戰鬥 又吸血鬼 因為青銅樹有很大量的戰鬥 也不知道 很大量是挺好看的 其實 如果你以他的蝙蝠而言 真的很清楚 因為 漫畫的第一步 我不計算是 是一百四十幾畫 他去到這裏完 其實就真的七十幾 真的剛剛好隨意 當然啦 你說不可能這樣吸血鬼 站在他的立場 其實他這樣吸血鬼 我不會說他絕對是錯的 因為如果他在這裏吸血鬼 他一月那個一開球 就已經有董香的弟弟打 然後繼續下去 其實 你作為一個沒有看過第一季的人 你見到第一集已經有東西打 其實是有個合理性在這裏 做Eyecatching 因為他已經預計了他會做 他不是隔很久 他隔一季而已 而最大的問題 我會覺得是 其實是很有意識地 將搜查官那邊那條線 是盡量不講的 是啊 他不講 因為 其實青銅樹篇有一個最大的特性 就是 他是在討論 調查局整個機制究竟是怎樣 他整個組織的機制究竟是怎樣 武器的構成 但是這些他可以等下跪才到 所以 因為如果要做戰鬥 你和青銅樹打那樣 全部都是有頭有臉 你現在不講 的話 其實是會有confuse 所以其實他大量削了 我覺得這裏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 其實如果對比我們來這樣 你不如不要做 你不如 我覺得做到金木秘藥代那一刻 我覺得那一刻已經是最好的完結 等同於現在很多二季都是 開完一槍之後 畫面黑了之後 什麼事? 分割二期 什麼事? 就是分割二期 想知道?看第二季 是啊 你想知道金木 怎樣? 究竟發生什麼事? 等下一季 他不會坐輪椅的 最少 我相信 很多時候就是 他應該為了推到這個橋段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解決了 說 食種都是打算做多季就完結了 其實就是 沒有之後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 他可以做到新櫃 所以他就要強行 就是為了等個故事 可以順利在第二季裏面 有一個原章 即是他在一百四十多季裏面 完結了他 就算了 所以他考慮這一個方向 其實也都幾同步 因為他漫畫那個原 和動畫第一個季神那個原 其實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以大家有超火大 兩邊都這麼火大 可以是 對於我看完動畫 我不會想看二季 正常 動畫 我們就說這裡 下半節最主要是集中漫畫 就是七十X畫 到最後 我們RE不會講的 我們RE的內容 最後提到一句 如果想等二季先看內容 大家可以就拜拜 可以看完第二季之後 再聽今次的節目 當然 我們也不肯定 二季會再講 會再講 會再講 會再講一點 你讓他再講一句話 好 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繼續 或者跟別人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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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